大家好,我是来自逻辑的Lily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职场人员 我经常要在不同的办公空间中切换 简单高效的协作方式可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如何在不同的会议室中开启高质量的视频会议 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让远程沟通像面对面协作一样自然 来吧,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Hi,Avo Hi,Lily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紧凑型会议空间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吗 好的,Lily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所处的空间 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 它支持办公移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些简短的交流 并满足一些及时性的站立式的短平快的会议需求 比如说在上一个会议中有一些内容我们没有讨论完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快速发起讨论 在紧凑型会议空间中 通常参会人员离显示器特别近 并且坐在角落的与会人员往往无法被摄像头捕捉到 我们的CC4000E它是一款专门为紧凑会议空间打造的一体式会议设备 它部署方便,小小的机身表现却非常强劲 比如说它有超高清的4K摄像头 水平覆盖了163度垂直110度的超宽视野 同时它还包含了三个扬声器和一个波束成型的麦克风阵列 在视觉上和音频上都为与会议人员带来了极致的会议体验 配合我们的TP100触控屏和预先安装了腾讯会议Rooms的Roommate安卓会议主机 我们只需一键即可轻松入会 而且它方便IT管理 省去了开会前需要连接电脑 插HDMI线 拨号入会等繁琐的会议步骤 让用户可以快速入会 充分利用会议时间开展高效工作 话不多说 让我们尝试加入一场会议吧 Hi Mel 一键即可入会 另外超声波投屏功能可快速地将电脑中的内容分享给与会人员 避免了传统会议过程中需要插HDMI线的繁琐步骤 由于是半开放时的空间 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环境噪声 我们的CC4000E它内置了WriteSound智能调音功能 主要是由一个波束成型的麦克风阵列 在捕捉语音的同时自动调节高低音量的平衡 并一直噪声 这样一来可进一步提升互动讨论的会议质量和会议效果 好的 谢谢Abel 这套设备可以轻松解决2到4个人的快速会议 非常方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适合中小型会议室的解决方案吧 我们在日常的会议沟通中 经常会有大量的灵感碰撞和及时互动 这也是混合办公模式下最具挑战的场景之一 之所以有挑战是因为会议协作需要现场设备的支持 并且需要主持人大量调动与会人员的积极性 即使是在线下协作的情况下 有时也会因为现场设备和场地的限制 导致我们的会议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更不用说是线上线下的混合办公模式了 现在我们就进入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空间 来看看逻辑和腾讯会议会有怎样的解决方案吧 嗨 伊恩 嗨 莉莉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间可以容纳6到8个人的中小型会议室的解决方案吗 没问题 像这样的会议室空间更大 所以对音视频的一个要求也就更高 逻辑的CC4500E是可以很好的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的 那CC4500E其实是拥有两个摄像头 其中主摄像头具备4K的高清画质 以及163度乘110度的一个超大的一个视角 它的右边是有一个小的AI镜头 这个AI镜头可以实时的捕捉与会的参与人数 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清晰的入境 并且CC4500E具备6个波束成型的麦克风 可以非常好的识取会人的声音 从而保证整个会议的音频的一个高质量 其实每个公司的会议室的大小都是不同的 那有些比较大的中型会议室可以容纳10至12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CC4500E可以允许我们额外的再添加两支扩展麦克风 从而大幅度的增加它的一个适应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 CC4500E的布线以及安装也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四根线 电源线 HDMI线 网络线 以及USB线 那同时它的安装也支持三种安装方式 桌面安装 墙面安装 以及电视机的上下安装 所以整个安装部署是非常简单的 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得到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分享自己的一个想法和建议 我们的座位设计都是这种半战力式的 那这种半战力式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方便大家从半战力式这种形式快速的切换到战力的一个形式 那从而更好的去分析自己的一个想法和观点 那同时呢 在这个两个高桌当中啊 其实我们这边是留了一个空间的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加自由的在整个空间中去活动 从而更好的去分享到大家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非常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呢 那说到内容分享这块呢 除了在空间中的共产大屏之外 其实白板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享形式 大量的研究表明啊 其实呢是很多灵感是通过绘画 以及这个文字的一个形式呢 才能更好的刺激到大脑的记忆 以及思维的拓展神经的 但是我们发现啊 其实通过白板去做一个远程的分享的时候啊 其实也碰到很多问题 要么就是这个文字被这个演讲者做遮挡 要么就是文字模糊不清 远端看不清楚 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逻辑的C100啊 从设计上就很好的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在我用马克笔去书写的时候啊 我书写下的文字在远端会得到一个AI的增强 从而呢 去保证整个画质的一个清晰 那另外在这个遮挡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AI镜头会自动对演讲人做一个虚化处理 也就是我在书写的时候 我整个人可以是半透明或者是透明状的 从而不影响到远端去做一个内容的一个分享 那最后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重厚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逻辑已经和腾讯入目次做了非常好的继承 所以只要轻轻按一下这个紫色的按钮呢 我们的白板的内容就可以非常快捷迅速的分享到远端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快捷呢 是的 非常感谢医院的分享 那这种设备是不是除了在头脑风暴的会议之外 在远程教学这类场景中也可以使用呢 是的 没错 其实老师还是非常喜欢写黑板和这个白板的版书的 这套设备呢 可以最大还原整个课堂的一个环境 从而使学生呢 获得一致的教学体验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去下一个会议室看看吧 在混合办公模式的驱动下 员工们对于会议室的配置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会议空间 它其实更适合一个更大型的团队作为项目室来使用 在这样的大型会议空间里 想要精准地捕捉到每一个与会人员的参与状态 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Abel又在这个会议室里 准备她的下一场会议了 嗨 Abel 嗨 Lily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间会议室的会议部署吗 当然可以了 相较于4500E 我们的5500E则更适合中大型会议室的场景 我们的5500E它配备了除了一个主摄像头之外 还有一个AI的智能取景摄像头 我们的主摄像头它覆盖了水平132度 垂直82度的超宽视野 同时它还提供了高达15倍变焦的高清画质 而且我们的5500E可以搭配外接麦克风支持IT需求 根据会议室的大小进行模块化的部署 例如说我们在一个多达20个人的大型会议室里 我们可以外接4个麦克风 这样就可以轻松完成部署 同时我们的5500E也支持Resense的技术 它包括自动调光 自动时音和摄像头的自动控制 凭借双摄像头的技术 我们的5500E支持Res i2自动取景技术 它就是以画中画的形式 同时展示了演讲者视图和群组视图 如此一来 远端参会者也会随时掌握视频的动态 而不会感到被冷落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需要与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 有的时候语言的不同会造成沟通上的障碍 腾讯会议企业版的同声传译功能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提前在后台设置好同传人员 比如中音护议的人员 在正式开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取听取中文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无份对话了 大型会议室一般都会先安装两个屏幕 我们可以通过腾讯会议Rooms后台重新布局视图 以获得最适合自己的视图 尽可能地去获得与线下体感更一致的沉浸式沟通体验 以上就是中大型会议室的部署情况 好的 非常感谢Abo的介绍 那我就不打扰你开会了 那我们去下一个会议室吧 现在有很多企业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大面积会议室 这类会议室通常可以容纳12到18个人 常用于企业内部的大部门会议或者外部人员接待等 这类会议室因为通常面积较大 因此想要听到所有与会议人员的声音 对会议室的音频设备要求比较高 嗨 依恩 嗨 依恩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类大型会议室的部署方案吗 没问题的 那在这类的空间中呢 我们会推荐罗技的CC4900E高清会议摄像头 以及Gather这款智能会议设备进行部署 那罗技的CC4900E呢 提供最高4K的一个高清会议画质 非常好的色彩还原度呢 以及非常高的一个光学精度 那它同时还具备了15倍的一个变焦 以及90度的一个宽广视野 可以轻松将屋内所有的与会议人士收入在内 就像莉莉你之前所说的 其实像这类的会议室的话 对音频是有着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那像如果一个会议室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个麦克风时音 以及扬声器的话 其实会非常容易造成这个回响以及消叫的 那罗技的这个Gather呢 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罗技的Gather呢 具有360度的一个全向时音 其智能降噪和回声消除的功能呢 可以非常好的确保会议室的一个音频质量 同时呢 Gather还支持最多11个麦克风阵列 大约6米的一个时音距离 莉莉 就算站在你那个位置的话 也可以让对方非常清楚的听到你的声音啊 莉莉和对面的同事打声招呼吧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罗技中国的莉莉 很高兴见到大家 那Gather呢 最多可以支持100平米左右的一个会议室 而且呢 我们的Gather目前来说已经支持了SIF电话功能 可以通过在我们的触控屏上去拨打号码呢 来连接远端的这个与会者 另外呢 在这个我们新的功能里面呢 Gather已经获得了腾讯ROOMS的认证 那我们可以在触控屏上去操控 从而可以去加入和结束会议 并且呢 我们可以在触控屏上去调节我们的音量以及摄像头 嗯 让会议变得简单纯粹 非常感谢耶恩的介绍 随着混合办公模式的兴起 人们对于移动办公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 我们看到Abo正在通过腾讯会议和他的同事进行视频通话 噓 我们小声一点 他所使用的设备就是罗技的Zone Wireless降噪耳机 以及CE1000E专业摄像头 Zone系列的无线耳机非常适合移动 它超强的降噪功能 适合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 就像此刻我们站在使用者背后拍摄或者说话 他依然能够不受干扰的投入到会议当中 还有CE1000E摄像头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摄像头适用于不同的光照条件 此外在环境背景非常复杂的时候 用户还可以通过Logitune将角度调节成65度 让画面不受环境的影响 Zone Wireless无线蓝牙耳机专为移动办公人员设计 可以同时无线连接电脑、平板或者智能手机 并且在设备之间轻松切换 如果开会开到一半 突然想来一杯咖啡 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接入会议 一边开会一边去买咖啡 除了这两款产品以外 我们还有有线的个人协作解决方案 相对于无线的产品 有线的解决方案会更加稳定 极插极用也非常方便 混合办公模式下 我们经常会需要在家办公 配备合适的设备可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不知道大家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桌面上总是有很多线缆堆积 显得杂乱无章 而Logidog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 Logidog最多可以连接5个USB外设和两台显示器 同时支持以100瓦的功率供电 满足充电、外接显示屏等一切需求 当你开视频会议的时候 Logidog还可以充当麦克风并调节音量 和C1000亿摄像头配合使用 可以让你的声音和画面清晰地传递出去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我就向大家先介绍这几种 最常见的办公场景的解决方案 混合办公趋势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协作模式 Logidog和腾讯会议为用户构筑更如意的会议室 构筑更高效、更平等、更具沉浸感的会议体验 想要了解更多方案 请关注Logidog和腾讯联合解决方案白皮书